美方有关言论充满冷战思维 美方这种制造敌人渲染威胁的套路 其实就是为继续称霸争霸找借口 反映了美方顽固的霸权心态 奉行的从明法则及危险的对华误判 既不符合事实 也不符合中美两国及世界的共同利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无意挑战谁 但谁的挑战也不怕 中国也不想威胁谁 但谁的威胁也没用 中国有发展壮大的权力 有自主选择道路的自由 也有防御自卫的能力 更有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要求 任何人任何势力 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民 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 中国军队维护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能力始终都在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始终坚持以自身的发展壮大 推动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壮大 中国军队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军事关系 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持续提供国际维和 远海护航 国际抗议物资等公共安全产品 为捍卫国家利益 维护世界和平 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断做出新贡献 历史证明霸权主义早该被揪进垃圾堆 事实也表明 中美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清形势 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军队发展 正确处理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与中方相向而行 加强对话沟通 拓展互利合作 妥善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两军关系 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